四个常规赛 山西对阵深圳 现在来到第二阶了 深圳也是稍微往回追来追 第二阶上来之后 山西对这边是安排了大外援门罗 给了一个犯规 还是山西的球权 第一阶这个菲尔德打了大概有七分钟 这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是维姆斯在打 第二阶这个门罗登场了 上一场门罗是贡献的绝杀 自己的第一场CBA比赛就绝杀了队众 张宁直接拔好球 这场比赛对于山西对来讲他们的两大核心 袁帅和张宁手感都是完全在线的 张宁现在三分球 二中二 袁帅也进了有两个还是三个三分球了 门罗好球 门罗和张宁天意无缝的配合 这边门罗是非常生气啊 这球有犯规 应该是吹了 没有吹 深圳叫暂停了 镜头是长时间聚焦在王建军的身上 再看这球 啊 这个配合确实非常漂亮 门罗热门 周鹏这一下下手犯规了 啊 刚才张宁这个三分球投的也是非常漂亮 哇 深圳一脸都不可思议啊 哎呦 这一下啊 其实 呃 两人孙小青先打到了张宁 感觉张宁稍微故意的往外抢了一下 这球被吹了犯规了 看一下这球 呃 孙小青先打了一下张宁 然后张宁推了一下 啊 这个球裁判可能认定张宁是故意报复吧 给了一个围体犯规 围体犯规 呃 这边 杨建森知道是不是把张宁换下了 第一发有了 啊 没有 接着打 啊 这边赶上张宁状态好呀 多打一会儿 啊 哦巴 朋友起ags 发丁损 他要呼另旧姚 啊 这三分不中 上一场周蓬这个手感是非常好 这场还没有进三分 还是张宁 面对萨林杰的防守又突进来了 漂亮 萨林杰的防守跟空气一样 进攻有多强 防守就多差 这边下一队自己的防守 也出现沟通的问题了 门罗 门罗空拦不进 门罗 这边萨林杰 给到贺西宁 没有投 固定周蓬 三分角来了 周蓬的三分也进了 这样比赛周蓬 第二阶进了两三分球 之前说错了 第二阶之前是进过一个 这边张宁 哇又是张宁 张宁厉害 这阶状态太好了 这样比赛张宁三分球 三中三已经得了15分了 深圳这边谁来打 再给队长周蓬佩 周蓬 哇张宁是拼得非常凶 张宁的犯规 这阶状态的犯规 白昊天来发这个边缘球 深圳是花上小杨布克 萨林杰在场上进攻是厉害 但是防守也确实是差 周蓬给孙子杰 布克 这边能不能断下来 最终山医队就完成抢断 门罗自己持球打 多才多艺的门罗 这球神字节犯规 门罗两罚 山医队现在这个球确实是精彩 这个球 看点非常多 包括元帅张宁 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球员 以及这个门罗 个人的进攻技术也确实是非常的花哨 作为一个内线来讲的话 非常的全面 有这个侧影球 自己的篮牙强攻 脚步也是非常扎实 还得感叹这个杨学生 知道确实是会用人 把山西从一个 经不了机后在的球队 带到现在这个水平 补克 这边挡拆 神字节顺下 非常轻松的一个上篮 这个球直接送给补克了 门罗又拌回来 有点乱 门罗 又一个空篮 没进 门罗这样比赛 两个空篮没进了 周焊多 对抗这个上篮也没进 不克这个上篮打进 这样 山一队就暂停了 山一队还是领先的5分